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把目光锁定在高科技和先进领域 希望这能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 从人工智能到电池动力车 中国正全力以赴实现科技自立 虽然挑战重重 但这可能是中国未来转型的关键续动力 接下来我们谈谈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 看起来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政策 可能会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等绿色技术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这种贸易战可能会让所有人都陷入困境 最后不提的是TikTok的命运似乎正旋雨一些 美国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的苦果这一切成真 那将是一场极其复杂和棘手的交易 甚至可能导致TikTok和美国被全面禁止 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角色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连任 也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那么这些新闻背后有哪些深层含义 对我们的生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中国对高科技先进领域的关注 可能是复苏的关键南华早报 中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面临着重大挑战 包括消费疲软投资信心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产能过剩 房地产市场低迷 债务累积 通缩人口危机 与美国的脱钩以及全球化倒退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必寻找战 必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领导层将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作为优先事项 并努力实现科技自立 创新驱动的发展重点 为可持续发展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提供了希望 然而人们对于快速复苏的可能性存在疑虑 特别是面对于美国的竞争 中国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 但人们对中国与美国竞争对手之间差距的扩大 越来越担忧 电池动力车被誉为 中国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新希望 但由于美国技术限制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面临重大挑战 总体而言 先进领域的技术突破 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禁止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 这并非不可思议彭博社 据彭博社观点称 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政策 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国和欧洲目前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电动汽车 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 这可能会减缓向绿色能源的转变 文章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消除繁文入节 支持绿色技术需求以便与中国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应该专注于刺激国内消费 而不是依赖出口增长 文章警告称 贸易战将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静音开始彭博开放亚洲版彭博社 中国一月和二月的经济活动可能是复杂的 预计房地产投资将再次下降 这可能会阻碍北京今年将GDP增长率保持在5%的努力 高级官员承诺增加财政支出 并支持电动汽车EV行业 弗阿基米尔普京赢得了他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第五个任期 使他有能力升级乌克兰战争 并挑战西方唐纳等威胁要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印度将从4月19日开始举行大选 总理纳门德拉莫迪的人民党寻求第三个任期 中国的G世代在经济不确定性中将黄金作为安全投资 美国议员表示 字节跳动的投资者可能在TikTok的出售获胜 南华早报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表示 字节跳动TikTok的中国母公司的投资者 将从该应用的强制出售诸售 加拉格尔领导了一项通过的议案 旨在迫使该公司剥离TikTok业务 并表示强制出售可能会在10月选举前发生 美国政治议程上再次出现了削减中国企业 对这一热门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力的努力 至少有两名美国参议员则上表示支持该议案 然而一些参议员对禁止该平台表示宪法上的保留意见 周一简报普京延长统治期限 纽约时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称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获胜 获得了另一个六年任期 这次选举被普遍认为缺乏真正的竞争 普京的主要对手阿列克协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 然而一些俄罗斯人通过在投票站台长队 得表达对普京的不满 纳瓦尔仪敦促支持者在当地时间中午投票 导致主要城市的投票站排起了长队 尽管有抗议活动 普京预计将在红场举行集会宣布胜利 并将选举描绘为对他入侵乌克兰的公众支持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威胁着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却很少有全国性的辩论 澳洲BCC 根据BCAustria的一篇观点文章 澳大利亚需要就人工智能RI的利益和风险 展开全国性辩论 文章认为RI已经在扰乱日常生活 而缺乏辩论使公众对可能的后果毫无察觉 作者景道称 RI有可能制造出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深度伪造视频 同时也会使工人变得多余 文章呼吁政府引入基于风险的系统 以防范RI可能造成的最严重危害 并对高风险技术实施强制规定 政府还应与行业合作制定自愿的RI安全标准 并确保RI系统的透明度和信誉 作者最后总结说 在政府实施监管和立法之前 公众需要对如何使用RI进行自我反省 印度加入美国 法国和英国拥有能够发射多个核弹头的导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根据印度国防部的消息 印度成功测试了一种具有多个独立目标 载入飞行器MIRV技术的导弹 MIRV技术使得一枚导弹能够携带多个可指向不同目标的弹头 尽管印度将此次测试视为历史性时刻 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警告称印度追求MIRV能力是新兴军备竞赛的紧致信号 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军火购买国 印中之间的紧张局势被视为维持其武器进口计划的原因之一 中国正在为一个国家级计算网络投入数十亿资金 该国的数据主管解释了原因 南华早报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局长刘烈宏表示 中国需要一个完全集成的国家计算网络 已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取得竞争力并推动经济发展 国家数据管理局成立于2018年10月 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规范数据管理 中国在计算能力方面仅次于美国 计划到2025年将其能力扩大50% 清华大学国际数据公司和中国大数据提供商浪潮集团表示 一个国家在计算能力方面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其数字经济增长0.36%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7% 日本股市的上涨可能会持续超过负利率 日经亚洲日本股市表现异常出色 2023年日经股票平均指数上涨28% 成为亚洲表现最佳的市场 尽管如此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部分近一半的公司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 日本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进行公司治理改革 并推行政府倡议以提高生产力 政府还鼓励零售投资者投资股票 在长期低利率和持续改革的背景下 日本股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机会 他们投票支持可能禁止TikTok的法案 他们也积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雅虎民主党代表杰夫杰克逊是众议院352名投票赞成一项法案的成员之一 该法案可能导致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止 杰克逊通过他随和可亲的态度在该应用上积累了超过200万的粉丝 但他对该法案的投票导致他的粉丝数量显著减少 众议院成员们一直在利用该应用进行竞选活动 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柯林 阿尔德雷 德科林阿维加利福尼亚州的亚当西夫 阿尔德雷夫 密歇根州的爱丽莎 斯洛特金 内里斯斯拉特金 杰克逊在TikTok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为自己的投票辩护 解释说他投票支持该法案是因为他认为禁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且如果该应用不再由对立政府所有 他会变得更好 TikTok法案给予字节跳动六个月的时间出手 这是不太可能的 华盛顿游报 根据众议院通过的立法要求 TikTok在180天内被强制出售 将成为企业历史上最棘手和最复杂的交易之一 面临着财务技术和地缘政治挑战 专家表示这可能使出售变得不切实际 并增加该应用被全国范围内禁止的可能性 出售将需要将价值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的公司与其技术基础分离 同时还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法律挑战和抵制 中国已承诺阻止任何交易 尽管该法案的支持者便称这不是一项禁令 但实际困难将增加 TikTok无法在六个月的剥离期限内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之后它可能会因为其一点七亿用户在全国范围内被封锁 近于为金融分析师估计 TikTok可能已超过10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而这可能还低估了它的价值 据金融时报报道 TikTok去年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160亿美元 这一收入数字可能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1500亿美元 这个价格标签将使它成为少数买家能够触及的范城 并为大型科技收购设立新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由竞争对手科技巨头购买 可能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国面临严格的反垄断审查 这将减缓甚至停止整个过程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花旗集团前球技术并购主管大卫洛坎拉表示 这里的竞标准名单非常短 不 日本不会包围台湾 外交官日本愿意在地区安全方面承担更积极的角色 特别是在与台湾有关的问题上 这一立场正在接受考验 尽管日本有非官方声音呼吁对台湾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但有几个因素将决定日本对潜在台湾海峡危机的反应 首先 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限于反对党甚至执政党公民党可能不支持向台湾派遣部队 这一点很难获得 其次 集体自卫的条件模糊不清 需要在国会进行更多的辩论以制定指导方针 第三 日本公众普遍反对日本军事介入 只有少数人支持自卫队在台湾冲突中与美国一起对抗中国 最后 自卫队的制度基础不支持日本参与军事冲突 对伤亡的接受度较低 主要关注人道援助 这些因素加上限制和缺乏公众支持 使得日本在跨海峡战争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台湾的决策者了解日本的政治情况是很重要的 以避免任何误解 普京将在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中 延长他在俄罗斯的艺人统治 缺乏可信的反对派 西亚南俄罗斯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 总统弗拉金尼尔普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确保他的统治至少延续到2030年 届时他将年满77岁 由于缺乏可信的反对派候选人和国内的异议声音 这个结果早已成为定局 大多数反对派候选人已经被杀害 监禁流亡或被禁止参选 选举是在普京最强大的对手亚历克谢纳瓦尔尼去世一个月后举行的 纳瓦尔尼于2020年被神经毒计 新西兰毒素中毒 选举也受到了极其挑战的影响 至少有事无企刑事案件在人们向投票箱中倾倒斩量 纵火或向投票站投掷汽油弹后被离案 选举是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之后举行的 这场战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并重塑了世界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 俄罗斯与中国朝鲜和伊朗的关系加深 普京试图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以推动一个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愿景 普京预计赢得俄罗斯选举投票的压倒性胜利 获得88%的选票 日经亚洲根据出口民意调查和初步结果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创纪录的88%的选票 这个结果意味着普京将再次连任六年 成为自约瑟夫斯大林以来任期最长的俄罗斯领导人 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在投票站举起象征性抗议活动 呼吁对普京的领导寄进异议 然而普京的连任从未有过疑问 因为他对俄罗斯有着重大的控制力 也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出现 全国范围的投票率超过了2018年的67.5% 选举期间至少有74人被逮捕 更多的逮捕行动即将展开 因为2022年下东区黑帮战争杀戮案的动机变得更加清晰 雅虎执法部门消息人士透露 两名来自纽约下东区的年轻人的凶手 除了邦台战争动机外 还有个人动机 杰西·卡里拉和尼基 黄氏童年朋友 他们的尸体被发现于2020年5月16日 被纵火焚毁的汽车中 目前已经确定了与这起谋杀案有关的5名嫌疑人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 抗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